也要讲国际时事 因为这件事都是影响 间接是影响香港 一定会影响的 因为第一 战乱在欧洲 你说影不影响政治呢 香港的政治呢 当然影响了 影响中国的政治 影响香港的政治 对香港都好了一点 有没有觉得 受美国的压力大了 那四国的压力为什么大呢 为什么这么恶呢 又会制裁它 因为本来 整堆东西说 你知道 又起了钢 又说我不怕你制裁什么 就是美国赵合坚那些 骂人 昨天都说了 被乌克兰副总理调查他 我不要你的毛毡 不要你的英年奶粉 人都死了 整个乌通战争现在还在打 昨天其实就说出了个警告 俄国马里波要投降 因为马里波其实是一个小城 几十万人走了一半的了 还有十几万人在里面说不走 那些都拿了枪的了 那你是不是落原子弹呢 整个城市炸了它 要么你进去 我们典型好像德国战后的柏林那样 全部那些屋都是打得 揉揉揉揉的了 炸弹啊 枪啊 炮啊 你知道坦德的炮不是 是一枪大塌了的嘛 可能没了一大幅 砰砰砰了几砲 但是因为它里面有 有人开冷枪啊 所以你情治案战就是这样 但是你又不能够赶走那些人 你要逐条街逐间屋又会赶人走 要占领呢 那是很混蛋的嘛 如果你没有占领 你始终没有占领 那个地方不是你 那个地方不是你 也不安全 你在那里驚啊 行军啊 突然间被人打个飞弹那些东西 所以呢 现在它是搞不了的 就是普京是越来越问题大的 那所有你如果喜欢看军事的 包括我啦 军事常识的人 都看到这个仗是已经打输了的了 打不赢 不赢的就是输的了 你难道反攻去俄罗斯人会吗 不会反攻去俄罗斯科 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你 你总之是赢不到呢 你最终就要走的啦 你很有空吗 接着那边就全世界制裁啦 那俄罗斯不就去找中共啦 我们用你的支付维统啊 我跟着我又帮你买东西 你又帮我买东西 我们保持着经济活力 不用全部都安定了 当然美国是要你都不要和他做生意 你都要制裁 你要出声点 你不出声都不对 就屌达他 但是老共当然 很不肯高兴啦 但是你要想一下这些 这些其实真是 所谓大事大非 去到你侵略 你不要再说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宪章说不准侵略人啦 你不是经常说 我们要对话不要对抗啦 但是你却站在俄罗斯那边啦 现在是他的看法嘛 我被人要挟 所以我要自卫 所以要什么 废话啦 那个就来是转反啦 这些人都在做啦 而你那帮外交战狼呢 赵立坚之旅 加上你的习大呢 最笨蛋那样东西做啦 以为追省 他现在以为追省 不关我的事 最终 可能他的伤害是最小的 是 说来说去呢 有些阴谋论呢 就连中共都不想他 因为对他有利 因为重现呢 如果你 美国挂着欧洲呢 美国挂着欧洲呢 就分了精神 就是等于以前挂着欧洲 挂着中东啦 那你主力就放在中东啦 和欧洲的嘛 是 即是他这些军事的主力 现在都放在 人泰嘛 是吧 现在是的 三个恐怖男人在南海 不理你那边 叫你自己搞啦 但是你说他不做事呢 美国佬拜登不是 外交 外交上 他在做那个全盘的 拉拢了所有人 一人不出力 一定要制裁俄罗斯 那就要搞到他 相信就算完了他肯撤军 都继续制裁他 要搞坏他的经济 等他不能够再 因为这个都是大的隐患 他又强了又行 死了 一万人而已 生了制裁 又 过了几年又补装人口 又训练了军队 又打个仗 不行 要禁他下去 那如果对你 敌意大呢 就一定是这样 这次顺便 是 那俄罗斯都没有运行的了 老共就陪伴他 开头就陪伴他 现在 好东西想要 坏东西想不陪 这样不行的 是不是不对 不对的 道义上都不对 道义上就是没有的 大家本来大郭政就没有道义 但是你都不可以太噁心 是不是 因为你 你那些逻辑 你那些KOL都出来讲 中国里面就容易了 香港还有些 台湾有些 撑俄国的立场 最好的立场就是 美国都不想 阴谋 美国都不想他停 想他打下去 打下去才玩夸 俄罗斯 那些人就 嘩 美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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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一直坏 一直坏 一直坏 美国一直顾自己利益 行吗 那又怎样 你要明白才行 是不是 他是有这个 Hidden agenda 就是等于我们这些 谷针那些 全部都是Hidden agenda 是 但是人家聪明 而你是世不如人 你这么聪明 不要 我和俄罗斯结盟 我要帮他打赢 战争争争 那你够胆就做 够胆就可以做 是不是 不行 你不就认 你认衰 想想自己 也帮不过 你 如果是很有道义 他是 是被人侵略的 你和他结盟 对 现在不是因为他侵略人 侵略人最少要他逃出去 他现在就逃不出去 最新的消息 是什么呢 扎连斯基讲 讲了两个星期了 我们可以和谈 可以听 可以听 我去什么 跟你听 这个 他是自己聪明 也都 美国佬教他 他也听了美国佬话 因为美国佬现在 支持他就很紧要 美国佬支持他是最紧要 是 物资 主要是高科技 美国佬一直都在打这一场 美国佬是用他 用他的兵 去帮俄国佬教量 教量那些武器 现在 绝对胜利 你看 拜登很开心 美国的军人 军事专家很开心 你叫他去支援 很开心去支援 给钱 很开心 当然不想这么快结束 很惨啊 老百姓 道德诉求 这些 你害死那些人 你那些美国佬 奸了 你那些扎尼斯基 出卖乌克兰人民 我们看一个数字 看一个数字 看一个数字 现在是死了多少人呢 即是乌克兰公开 告诉你听 就是 877人 我们看新闻好像很惨啊 还炸烂烂了 我以为他 伤亡枕值 几万人 不是啊 877个 伤了1399个 877个更少 我们也有5000人 那你就明白了 你扎尼斯基是不是 打死小孩 他跟郭医研讲 你看到新闻片 但是你看到他整个 其实呢 是不是他受不了呢 现在 没有受不了这回事 表面看好像受不了 有时候哭又成 其实是受不了了 他可能他 包括俄罗斯 不是不是包括乌克兰的军人 或者是 民族主义者 他那些 都不想长仗这么快打完 因为这么快打完又下一仗 最好现在拖来些 打残些俄罗斯军队 打到他没了信心 那就几十年和平 就来了 那国家重新建设了 你现在 少少伤痛 就快快和谈 然后割地赔款 那就 下次他又回生 又来过 现在呢 其实当然 昨天也说过了 俄罗斯很想拿了 克里米亚就南部的 跟着他现在这个要 昨天给个 狂军濫炸的恐吓 这个 马里乌 马里乌波 这个 这个省应该都是港口 哇 克里米亚 即是南边 克里米亚 马里乌波 把他拿起来 整个阿粗海都爆了 那个是军事上有重要性 人又不是很多 再几十万人 但是他人都不需要多 现在也不多 不过他那些武器才尽 跟他 你都不知道那些军队在哪 那他现在保持得住 保持得住 当然不放 那说你不投降 那你就扔这个原子弹 是吧 那大家估到他不敢的 我相信 所以其实就没办法 他又吓不了 好了 早两天出了那些 先 那些叫什么 Sender 是吧 超高音速武器 超高音速武器 又不能够 赢到 吓人到 即是没有东西可以拿出来 是吧 据说成亿个 一个 飞弹 那你本来 Kinsoul 那种叫做 超高音速武器 那样东西只有一样 一个情况 因为他挡不了 你叫什么外国者 全部挡不了他 他只有一个很有用的 就是放核弹过来的时候 你没法阻止他的核弹打 但是这个是北约的问题 你不是 沃南的问题 沃南你要派一架普通的 战机去扔个核子弹 他都是挡不了 基本上 是吧 所以你不用用这只 Kinsoul的 飞弹 就是证明什么呢 证明他 只是靠下 始终只能够 晒晒这些 不知道有多少粒 打了两粒 还可以有多少粒打呢 没什么用 打那么等大下 最多没得等 打烂了 就是军事目标 不是很有效 花的钱很大 也看死他 玩不下去了 现在没什么了 客人不行 怎么办呢 经常以为 这个责任司机 好像口软 有得谈 他现在又要什么呢 顿列斯克 劳金斯克 克里米亚要承认他 但是他不认他 他说不认你拿了 打了八年内战 没打到仗 但是基本上 也都不敢入了 俄罗斯军队在那里 日后不是了 你不走都 继续来骚扰你 我要收回 克里米亚 又搞了公投 这样的 至于本来是乌冬 那个乌冬的地区 想扶植两个 王国出来 特约列斯克 和劳金斯克 你都想都不用想 这样 你说这样就打不完 不是 你看 责任司机最新的绝招 我什么都可以听 我要和平 塞住那帮 俄罗斯佬 那帮 和粉 跟着他突然看一样 是啊 我同意的 任何条件我都可以让 不过要全民公投 那就浪费了 是不是 跟着你帮人 美国要停止战争 中国 叫美国去停止战争 如果美国说 我尊重乌克兰人民的议员 怎么尊重 怎么尊重 我尊重中国人民的议员 不过你没有公投 我尊重西方人民的议员 不过你又没有公投 是不是 没得尊重的 那里有的尊重 他可以公投 我告诉你 这场仗 这一定是以俄罗斯撤退告终 就不会在和谈 搞得定 也都不会割一串土地 为什么呢 不用 不用 承受不起吗 现在那个 人命的损失 军队的损失 远远少 俄罗斯 自己承认 美国情报说他死了千 他只说死了几百 美国情报说他死了七千 乌克兰就觉得他死了一万多 最低的数字都是大势的 对他来说 最重要就是你看到的 啊 几百两弹都在路上 有空就被人打一架 有空就被人打一架 而你又没有什么战果 除了你去炸那些小孩医院 你就没有战果 你那些是用飞弹炸的嘛 就是他不用迫去的 那你就恶了 但是你一进去就害怕了 那怎么打呢 你怎么占领这个地方呢 如果他不投降 他自己投降当然可以 就是这样 现在乌冬的局势就是这样 我相信是 美国这方面 都是不想他等快打完 那 痛苦势是久一点 但是你的成果也大 当然了 谁死了那个 不家产 怎样了 他死了那个 当然是最大势 在未死的人的角度 这个就是数字来的 损失多少 包括我们打针不打针 清零 还是共存 全部是数字来的 只不过你如果是中了招 或者你打针有事 就是你自己的事 你是100%的事 当年董建华说 撞了个飞机下来 不幸中之大行 死了两个人 死了两个人的家属 吵架他 好 我今天当完 在竹竹里面 有什么事 你希望 在竹竹里面 我们下一个视频